我们再看看收费对独立性产生的不利影响 这是讲的收费 这里不仅仅是审计收费 还有你在这个 我们在审计的时候 跟他做一些其他的资讯服务方面的收费呢 它会不会影响我们的独立性呢 那么首先看收费结构 什么叫收费结构呢 第一种情况就是 从某一审计客户收取的全部费用 在事务所的总费用比重比较大 我全年的这个事务所的收入 就是500万 你这个客户 整个审计和资讯服务 占了300万 尽管你审计费用了只有5万块钱 其他的200多万都是什么资讯服务费用 但是你这个客户 这个客户 占了我整个事务所的收费总额比重很大 这时候你要考虑 你要考虑你在审计的时候 你会怕失去这个客户 你要审计的时候 如果对他的这个审计报告 对他不太有利的话 你可能想到我原来本身出保留意见 我可能出无保留意见 我怕失去这个客户 是不是对你的独立性有没有影响 因为自身第一或者是收费的压力 在外在压力 对你的这个客观公正呢 直接到这基本原则产生影响 对你的独立性产生影响 这样我们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 扩大会计事务所的客户群 从而降低该客户的 对这个客户的依赖 或者实施外部质量检查 或者就关键的审计判断 像第三方咨询 我们等一会看了啊 如果是你是公众利益实体的审计客户 那我们呢 可能要求更高 这里还没有讲到公众利益实体 收费结构呢 就是你这个客户 在我师傅所的收入比重太大了 有可能会影响我的独立性 另外呢 还有一个是什么 从某一客户的收取的全部费用 在某一合伙人或者分布的 收费比重比较大 这个客户 他不是影响我整个事务所 而是这样 事务所的某一个合伙人 我们事务所现在 这基本上是合伙字 有限责的合伙字 我这个合伙人 也在我的收费的比重比较大 这时候呢 也是要扩大该合伙人的分布的客户群 降低了 对来源于该客户收费的依据 或者的 有项目团队以外的 适当的负荷人员 事务所呢 要加强相关的负荷 你避免这个合伙人他在审计的时候 他可能会失去 这个独立性 再看属于公众领域实体的审计客户 从属于公众领域实体的审计客户 收取的全部费用比重比较大 这里面 我们前面说比重比较大 你是自己去判的 但是现在我们的审计准则 这个职业刀的手册里面 就给你给了一个示范 什么叫比重比较大呢 如果会计事务所连续两年 从某一属于公众领域实体的审计客户 或者从他客户或者关联实体 收取的全部审计费用 占其从所有客户收取的 全部费用的比重是15% 也就是说 你这个客户 包括你下面的这个子公司 我在里面的收的审计和资讯费用 占了我事务所的 全部收入的15% 会计事务所应当向审计客户的治理层 披露这个情况 这影响独立性的事项 应该与治理层进行沟通 并讨采取何种防范措施 一般防范措施有这么两种 第一个是在第二年度 在第二年度财务办法发表审计意见之前 有其他事务所 现在不是这个是我们本事务所 有其他事务所对该业务进行再次项目质量复合 就说在第二年发表审计意见之前 有其他事务所给我做质量复合 我们说质量复合可以 由事务所外部来做 是吧 或者有其他专业机构来实施 相当于质量复合的这种复合 这叫做审计报告前复合 那另外差一点的就是 可能在第二年度财务办法发表审计意见之后 在第三个年度发表审计意见之前 由其他事务所来对第二个年度的 这个审计工作做项目质量复合 这是事后的复合 发表审计意见之后的复合 当然的一个更好 复合之后你才能发表意见 是不是 所以如果上述收费比例明前超过15% 那我们就在发表意见之前 在第二年发表 因为你延续两年之后了 超过15% 是不是 那么明前超过15% 那在发表意见之前复合 并且 如果两年之后 每年收费比例继续超过15% 会计师傅所应当每年向治理审议 披露这一情况 这影响到你的独立性 并且采取了上述的这个 你看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最好是如果明显超过的话 在发表审计意见之前复合 如果是超过一点 那就是呢 可以发表审计意见之后来复合 另外预期收费 预期了 什么叫预期收费呢 就是这个客户去年的审计费都没给我 那今年又要我审计 你长期为审计客户长期为支付审计费用 尤其是相当部分审计费用 在我出去下一个年度报告之前还没有支付 那我就想了 那这一次审计费用他还会不会给我 那如果我出的报告意见不好 他说哎呀我很困难 我付不了 你上年都付不了 所以呢 会计师傅所通常要求审计客户 在出去报告之前 你至少要付清上年的审计费用 上一年的审计费用你至少要付清 所以会计师傅所还应当确定 与其收费是否可能被收费向客户贷款 你如果说逾期了 逾期半年我们加收多少费用 那就相当于什么 你在这里获取了利益了 那你这时候你要考虑 你是否继续执行审计业务 就是你这影响独立性 你又不能执行这个业务了 再看货有收费 前面讲到了啊 如果说建制业务 是不能采用货有收费的 那么审计业务就是一种 一种是建制业务 所以会计师傅所在提供审计服务时 不得采用货有收费的安排 这是做审计的时候不能采用货有收费 如果一向货有收费是由法院和政府部门规定的 这该向收费不被视为货有收费 这是注意一下 对于非建制服务呢 对于非建制服务 如果是会计师傅所在向审计客户提供非建制服务时 如果出现下列情况 那可能会影响独立性 如果通常情况下 非建制服务是可以采用货有收费的 现在你是什么 向审计客户提供货有收费的非建制服务 这时候你要考虑 你要考虑这个会对我的审计独立性是否产生不利影响 所以如果出现下列情况将因自信利益产生非常严重的不利影响 就是非建制服务的货有收费对财务报表 发表审计券会计事务是由发表审计券会计事务所取得 并且去影响重大和预期的影响重大 也就是说你这货有收费金额太大了 第二非建制服务的结果以及由此收取的费用 取决于与财务报表重大金额相关的 也就是你这个货有收费是与财务报表相关 按财务报表来按照利润总额的多少 我给你做销售的咨询 最后是按照我的销售金额多少 或者取得利润多少来收取货有收费 这相当于你的省这就相当于什么 你可以影响你省计的独立性 影响到我们省计的财务报表 网络师傅所参与大部分工作 非建制服务的货有收费由网络师傅所去获取 并且影响重大和预期影响重大也是一样的 就是你这个收费的金额大 或者收费金额取决于财务外面的金额 它的一个金额 那就是这样的非建制服务 采用货有收费可能会影响省计的独立性 我们再来看看影响独立性的一些其他事项 第一个就是薪酬和业绩评价政策 就事务所里面我们在讲事务所质量管理的时候 我们应该有什么 质量至上 但是如果某一省计团队成员的薪酬和业绩 业绩评价 与其向省计客户推销的非建制服务挂钩 将于致死利益产生非常严重的不利影响 所以假设关键省计合伙人的薪酬业绩评价 不得以其让省计客户推销的非建制服务的直接挂钩 这一规定并不禁止快计师傅所合伙人之间的正常的利润的分享 这是利润的这个不影响的啊 但是呢你如果是与推荐的客户的非建制服务挂钩的话 那就是呢这个不允许的 如果是事务所在全所范围内对合伙人呢 他的什么他的利益分配啊 利益分配的我们刚才说合伙人 我这个合伙人创造的利润多我肯定分的多 但是你一定是以质量至上 你如果这个合伙人质量不好 那你的也不能我们是可以考虑这个你的利润 但是你一定有质量至上 是这样一个意思 但是呢你的就说你的业绩薪酬业绩评价 不得以向省计客户推销的非建制服务直接挂钩 如果你主要是非建制服务 这些你推下的这个非建制服务 不是你提供的这个非建制服务 这是不一样的 这就是相当于什么我跟你师傅所拉这么多业务 最后什么 这相当于我这个合伙人给师傅所拉了这么多业务 你按照我推荐的这个百分之多少 来给我支付一定的什么一定的这个服务费 那是不一样的 这不相当于说我这个项目是我做的啊 我做的非建制服务比较多 我收费多我的利润多 那我可以多分一点利润 刚才说首先是保证质量至上 礼品和款待 会计事务所和审计项目团队成员接受客户的礼品或者款待 可能因自身利益和密切关系和外在压力对独立产生不利的影响啊 把这个接受款待接受礼品 会因自身利益密切关系和外在压力产生不利的影响 会计事务所和审计项目团队成员不得接受礼品 只要是礼品不得接受 如果超出业务活动中的正常的往来 会计事务所和审计项目团队成员应当拒绝接受 假设有些款待跟你做高规规的款待 你能不能接受啊 那不能接受 超出了正常的业务活动中的往来 这些款待都是不能接受的 注册关系应当考虑 款待是否具有不当影响注册关系行为的意图 如果有该意图 我们前面讲职业道德概念框架了的 即使从金额性质上来说均明显不重要 那会计事务所和审计项目团队成员 也不能接受这个款待 即使拒绝了 你也要考虑对你的独立性职业道德是否产生影响 另外来诉讼或者诉讼的威胁 这是讲的我们自身的啊 如果会计事务所或者审计项目团队成员 与审计客户发生诉讼 或者很可能会发生诉讼 将因自身利益和外在压力产生不利影响 这是如果诉讼涉及某一项目团队成员 将该团队成员调离这个项目组 或者由符合人员符合他以及执行的工作 如果防范措施不能将不理影响将近是可接受水平 会计事务所可以拒绝接受业务委托或者解除业务约定 如果识别处和怀疑存在已经发生和可能发生的违反法规行为 应当与适当成绩的管理层治理层沟通 这个我们在前面讲这个违反法规行为讲到过 注册或者应当根据管理层治理层的应对确定是否需要 所以维护公众利益像什么监管机构报告 这影响到什么公众利益的即使法律法规没有要求这样报告 也可以在法律法规涌起情况下我解除越不越地 这被刑警单位他什么他有严重的违法行为我要举报 即使法律法规没有要求 我也可能要上适当的监管机构报告 那这一章的内容比较重要 考试的时候一定要简单题 那么在考试的时候一般考的比较多的是 对经济利益我说一般都有六个思想里面 可能有两个思想是涉及到经济利益 不得在审计客户中拥有的经济利益 包括直接经济利益和重大间接经济利益 在控制审计客户的实体中拥有经济利益 就是观念实体拥有的经济利益 作为收托管理人拥有的经济利益 也经常考到与审计客户拥有共同的经济利益 包括了这个我们的形成的商业关系 或者与审计客户的利益相关者 共同开办企业这样的也要考虑 无疑中获取的经济利益 也要接受捐赠等等 再就另外贷款和担保也是考虑比较多的 再跟密切的商业关系 这里面也涉及到与客户进行商业合作 从客户中购买商品和服务 以及包括什么 包括你像银行贷款整这样的情况 审计项目成员尽清楚在审计客户中认职 这是密切关系 这是会考到的 另外能源交流 潜能成员加入审计客户 你要注意要一定要区分有没有重要的联系 如果是这个 最近成能审计客户的高管 或者坚能审计客户高管 这都是会对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 再就是关键审计合伙认知的时间和冷却期 这一般都会考到 另外提供非监政服务也会考到 提供会计记账服务考的比较多 评估服务 再税务服务 内部审计服务这个考的比较多 招聘服务呢偶偶考到 收费就收费的比重 与期收费 货也收费 我们的这个所有的内容就讲完了啊 希望大家呢 回去以后呢 把我们的这个讲义 或者我们这个课程 哪些地方你觉得有点难度的多听几遍 特别是你每天或者每两天 你要回顾一张的内容 来熟悉这个内容 后期我们还有 习题班 希望大家来听一听 来巩固我们之前所做的一些专业的重要的知识点 我们通过习题来回顾它 来掌握它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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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